他會看著這個存貨量,多數會整頭進去做開發 所以在這裏來說,大家要經營國力含聲的兩項數,發展商的速度 有策略師就相信,第四季價供應量不少,預計發展商可以有能力吸納,達到年度賣地的目標機會多高,又認為可以對樓價起舒緩作用 現在的12幅地價也有5,000人的單位,如果在地震處拿出來招標賣地方面,我估計價供應非常高 所以一定要順利,十幾幅地全賣光,因為都算是這麼久以來都挺頻密的 信心就比市民一個職路,政府都很弱品於供應量,都有一個舒緩作用的 至於與政府修改地契的私人發展土地,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就說 留意到發展商近日的取態保守,他強調政府會順利令土地供應達標 無線電視記者,千千萬不得 在北京,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跡 習近平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一年來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另外又提到政改詮詢,希望香港各界謀實討論,形聚局局 由林指導在北京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營台行員店 會見到福建述職的行政和官僚振英 同同會面的還有主管港澳事務 請兼職 請兼職